把它定义成主食嘛 就是主食 就是吃饭就是为了吃主食嘛 主要的食物都没来 那怎么吃呢 对吧大家会有这种感觉 除非是在外面 可能吃大餐啊 可能会把主食可能 有一无一忽略掉 但我们在家庭里吃饭 相信一般都是从主食开始的 这个饭端上来之后开始吃吧 好了可能是吃饭 然后有副食啊菜啊肉啊 这样一个顺序 而这个顺序的研究就会发现 会造成你仓后血糖 一个明显的身高 你就不是把它倒过了 这个是中文药学会发布的 一个糖尿病啊二型的山水燃 这个最大的意义就是空中血糖 就是对糖尿病特别有价值 就是你先要吃菜 先开始吃一些蔬菜 当然呢 当然大家千万不要教条理解 说好嘛 这盘菜你先吃光 第二位肉来了 把肉吃光 最后都没有了吗 好一碗米饭 它不是这样的 那就太教条了不行 就一开始呢 你先吃一些蔬菜 垫一垫 吃了一些 然后再开始吃一些肉啊 蛋啊 蛋白质食物 然后呢 也吃了一些 然后饭就开始吃了 不一定说 真的就把它们三个都 割裂 一份一份那么吃 那也太教条了 那也没法吃了呀 对不对 那太颠覆了 然后最后那个饭 真吃不下去了 对啊 所以还是说 就是稍微把吃菜时间往前提 吃肉时间往前提 把开始吃米饭啊 馒头这个时间 往后延一下 哇